好 接下来看到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 新任处长刘首里 11号拜会了花莲县政府 由县长徐真蔚来接见 双方是针对推展太鲁阁国家公园人文风情的 可能再次的进行畅谈 而徐县长表示 花莲是依旧美好 诚挚欢迎全国的相亲朋友来花莲玩 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刘首里表示 0403地震发生之后 抢通工作直到今天复旧工作 目前太鲁阁国家公园有7个标案正在进行中 又因为台风以及雨震不断 导致标案办理发报规划设计困难重重 且给予人的安全考量 太鲁阁国家公园内部分道路通行许可的态度 仍然相当保守 0403地震虽然影响太鲁阁国家公园自然景观 而然太鲁阁国家公园的人文风景不受地震所影响的 因此鲁阁国家公园也向现场许中卫说明 目前贷款处正在规划构想上海居住小旅行 积极推展太鲁阁国家公园周边的人文魅力 创联街区店家用不同的方式带领游客 寻找更多与太鲁阁国家公园周边互动的可能 现在就表示从旅宿长相当投入的分享当中 不难看出旅宿长对工作的热忱 相信这对管理太鲁阁国家公园是一件很棒的事 尤其在幸福不断挖掘花链这片土地的独特性 持续让花链不可取代被看见 然而没有安全就没有光光 花链依旧美好 花链一样是好山好水好空气 记得这样话得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